接下來晚安小雞這個平台 會由我本人來繼續承接 一直到小雞回來的那一天 晚安小雞這個平台 是小雞的家 我不能讓他之後找不到家 對於這段期間的風波 我代替晚安小雞平台 再次跟所有的社會大眾說聲 不好意思 對不起 本來表定今天晚上8點 是由我跟愛國 我們兩個同時 在8點的時候出來 跟線上所有的割結 以及我們台灣的社會大眾做個說明 只是這一個多月以來 愛國的身體狀況 真的有些問題在 所以他今天 包括他精神上 真的沒有辦法上來直播 這一點我要先跟 線上所有的割結 還有所有的跟蹤說聲不好意思 首先 小雞跟阿鬧兩個人 的人身安全 目前我們能夠確定的是 兩個人都是品安 兩個人都是沒有事情 小雞剛到柬埔寨的前幾天 鼻鬥眼又犯了 又發燒 幸好有遇到同鄉的大哥 給了消炎藥 進去的第8天 也是他第一次流淚 這次柬埔寨事件 進到令雨之中 失去兩年珍貴的自由 無法陪伴最愛的家人 朋友還有哥姐們 我相信小雞 安奧他們兩個人 一定非常非常的後悔 也相信他們會很認真的反省跟檢討 這件事情造成我們台灣社會上許多輿論 以及造成柬埔寨當局的困擾 浪費我們台灣的社會資源 晚安小雞團隊在這邊 向社會大眾 只在我們萬分的歉意 對不起 我們不論台灣的新聞媒體 台灣的網紅爆料 鋪天蓋地的想要把我們 營造成一個最大二極的同夥 而且其實我想說的是 我們事先真的不知情 包括我 包括愛婆 愛婆這段期間真的是飽受煎熬 她承受的心理壓力 真的包括她的健康也出了蠻多的狀況 對於這段期間的風波 對於這段期間造成社會觀感不佳 我代替晚安小雞平台 再次跟所有的社會大眾說聲不好意思 對不起